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砍世界啊 今天是礼拜六啊 今天是礼拜六 今天下午呢 伊利诺伊州的这个 啊 禁足令吧 就是说要在家里待着的这个禁足令啊 开始生效啊 我刚我现在在公司里在办公室里刚才从家里出来啊 所以这个 大阪路上仍然是 啊 很多车啊 特别是那些超市门口 车还是不少啊 似乎大家 似乎大家呢 仍然还是按照正常的这种生活节奏啊 也并没有受太多影响 那么小孩呢 因为现在是小孩的村假 本来是一个礼拜村假 那么今天的学校已经通知了 这个小孩呢 要放假一直 放到4月7号还是9号啊 也就是说要等到4月初的第一个礼拜结束 那么 像我们的孩子岁数 还在上初中吧 也没有什么作业啊 没有什么态度作业 所以在家里有点闲着无聊啊 就在大马路上骑自行车玩 那么最近呢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哈 微信圈里啊 朋友圈里啊 有很多很多 美国的消息啊 似乎全中国人民都特别的关注美国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既然不喜欢美国 然后呢 又特别关注美国啊 这有点矛盾 其中有一些 比较离谱的啊 我会给大家讲一讲 昨天我好几个朋友 发视频啊 或者是发这个微信给我说 美国警察啊 鼓励华人啊 买武器买枪啊 搞自卫啊 这是纯粹的谣言啊 因为呢 如果你是合法的公民 在美国的合法公民 没有什么犯罪记录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去买枪啊 那么喜欢枪的朋友呢 平时家里都有枪 我家里就有十几支枪 所以我也用不着去封枪 也用不着去 这个时候去买枪啊 吃多了 而且呢 并没有那么恐怖啊 就是说啊 你华人一出去就被打啊 被骂 这纯粹是胡扯 当然了 有个别的 对吧 有个别的案子 这是肯定有啊 这个林子大了 什么鸟没有啊 是不是 那美国也有战狼嘛 对吧 有美国人的战狼 对不对 不过 这种都是还是很少啊 还是非常的少 那么也有人说 哇 这个 川普总统已经宣布啊 纽约为灾难区啊 这字眼说的挺吓人的啊 灾难区啊 好像似乎纽约已经完蛋了 那么要死多少人似的 那么20号的时候呢 特朗普啊 就是川普总统啊 他的确是宣布了 OK 宣布了纽约整个州 为灾区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法案啊 就说如果你不你不宣布灾区 比如说无论是飓风啊 台风啊 是吧 这种自然灾害 如果你不宣布的话 啊 联邦政府不会给你钱 所以呢 纽约州州长呢 就非得要求这个 特朗普总统 宣布他那个州 属于灾区 联邦灾区啊 那你想想 有几十亿的美金 你为啥不要呢 是吧 但是呢 这个前提就是 你必须要宣布 这个州是灾区啊 你自己光宣布也没有用 因为你自己宣布呢 你只能是 从自己州政府的经费里拿 对吧 如果叫总统宣布了的话呢 你就是联邦政府 就是所谓的中央政府给你钱 所以啊 那么川普总统他同意了啊 所以宣布纽约州 为灾区 这样的话可以释放 几十亿美金的救灾 物资和救灾的资金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很多 在很多州刚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就死了一个人 是吧 甚至还没有死人 州长就已经宣布 已经宣布啊 这个紧急状态 他为什么宣布紧急状态 因为在美国啊 他法律很多 他不宣布紧急状态 他很多钱 他就用不了 对吧 他用过钱 啊 这要审批那审批的 对不对 如果他宣布紧急状态以后 州长有足够的权力 能够动用这些紧急的资金 就这么简单 那么今天是礼拜天 啊 礼拜六啊 明天礼拜天 所以呢 都还是 我们这里反正是没有太多事情啊 我估计很多地方都宣布了 所作为的禁竹令 禁竹令就是说 你在家里待着啊 没有事 不要出来 当然了 你有事还是可以出来的 随便你走 对不对 你现在就是说 我现在要去佛罗里达 我还可以是买机票 我去佛罗里达 我要去哪里 我还是可以开车到处窜 对吧 但是呢 政府他是不希望你这么到处窜 好好在家里待着 所以 川普总统呢 他正在考虑 是不是 要宣布全国范围内的禁竹令 啊 这样的话呢 大家都呆着啊 别出来了 那么啊 最近几天呢 一直在讲美国的这些情形啊 这个啊 朋友圈啊 微信圈里面的谣言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是基本上不看的啊 很多朋友都发给我说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很多说实在的 不是真的啊 不是真的 没那么 没那么严重 好像 好好好 好像这个啊 长着一副亚裔面孔 就出去被打 是绝对没有的啊 刚才就在几分钟前 川普总统还在他的每日的这个新闻发布会 他亲自参加的 还有副总统啊 还有联邦政府的其他高官都参加 他特地强调了 他说 中国的领导人 是他的好朋友 是他的好朋友 中国人民是经历了非常惨烈的 这个状况啊 在这个病疫期间 他非常的同情中国人民啊 中国人民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民啊 他今天可没有用这个中国病毒这个字啊 他没有用 所以呢 他是不想把这个矛盾激化 因为两国的矛盾激化 对谁都没好处 是不是 所以呢 他今天特别说出了这句话 而且他说呢 他说 我只是希望他们早点告诉我 这样吧 这样子我们可以有时间去采购这些防疫物资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就是说 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采购 因为在美国目前呢 就是说口罩仍然是严重不足啊 口罩非常的不足 很多地方啊 已经就是呼吁 就跟中国当时一样 呼吁大家捐口罩啊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华人组织呢啊 华人组织正在从中国啊 募集啊 募捐口罩 从中国啊 运口罩过来 然后捐献给当地的一些大医院 特别是在纽约州 还有在芝加哥等等 很多话啊 很多华人组织都已经啊 联合起来了啊 通过他们在国内的关系啊 在国内买口罩 然后运过来啊 我现在呢 也正在啊 正在联系国内的朋友买口罩 但是呢 我买口罩呢 是要送给那些啊 美国的养老院啊 因为我过去一直在做养老投资啊 所以呢 想送养老院 因为养老院的很多护工 他不敢上班 那么可是呢 来找我卖口罩的啊 国内的公司和人很多 而且很多根本就不是专业的 都是在当中间人 那你想想 我要是买这些口罩啊 这些都是养老院啊 最弱势的老年人用的 对不对 那一定要保证口罩的安全性 和质量的可靠性 是吧 那么找我卖口罩的人 不下十来个啊 都说啊 诉讼要不要口罩 要不要口罩啊 当然是需要了 但是是需要 FDA认证的啊 安全可靠的口罩 那么呢 过两天 我的时间比较多啊 这个咳嗽呢 也稍微好了一点 我可能会陆续的 推出一些节目呢 来谈谈移民啊 因为很多朋友啊 看了这个 这个这个啊 冬哥纳瓶的这个节目 对这个移民 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呢 也希望我能够录制一些节目 来聊一聊 移民的事情啊 所以最近两天呢 我会陆续的聊一聊 美国 土耳其 黑山共和国 加勒比海 巴拿马 等等 还有包括日本 这些啊 这些移民的一些通道吧 那么希望大家关注啊 也有也有朋友问我说 呃 这个比方说啊 你的节目太短了 只有几分钟啊 因为我录节目呢 我是用手机在录啊 我这应的是 华为手机 如果我录这个节目 超过15分钟啊 他上载到这个频道里 是非常的麻烦 啊 我还得要上电脑啊 这那的 上电脑验证 什么的 我不想啊 我就是随心所欲的 跟大家聊 想到什么 聊什么 所以我的节目呢 大概都是控制在 10分钟左右 啊 希望你天天回来 看一看我讲什么 啊 谢谢大家今天的关注 啊 咱们改时候再见